大家好,我是DayTrimer,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那这一期就像我上期预告的那个湾区9月份的房市数据刚刚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想简单的跟大家go over一下 那因为今天特别忙嘛,然后没有太多时间做那个slides 所以我一会儿就直接把那个link打开 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那个数据啊 现在9月份湾区房市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 之前上半年错过底部的买家在赶着进场 就是有种追涨的情绪 那其实现在的整个市场就是说房源少 尤其是好的房源比较少 买家一大堆哦,包括我自己手里 一大堆已经就是买房买到稍微有点desperate的买家了 然后每天看很多房子,每出来一个要去看 所以我有时候现在那个买家的竞争是特别激烈 尤其是那个学区房的好房子哦 一个房子都是multiple offer,然后我们经常现在的 种单率都不高,都是要看好多个房子才能种一个 就竞争挺激烈的 其实buyer agent在这样的市场是会特别累的 我们其实不喜欢这样的市场 然后我尤其不喜欢,我喜欢上半年那样的市场 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那最近的独立屋的行情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下 买家是恐慌性进场赶着上车 因为他怕那个价格一涨就不回头的那种 反正低点就是已经错过了 那他就是说踏空的那个买家他会更有一种迫切的买房需求 然后加上现在利率的确也是特别低哦 今天我还有一个客户刚跟我讲说那个加上一些discount rate 有可能都是二点几的利率就是感觉那个钱都跟个就是免费借给你那种感觉 你说不借白不借吧对不对 然后现在股票也是涨得很高 今天我还有一个买家跟我说他说 比如说你2016年你卖了几千股nvidia的股票 那实际上是被你卖飞了将近一百多万 那拿到现在的话那一股都是多了个500多块钱一股 其实那个钱是在贬值的就是现在的好房也少买家多嘛 所以agent真的是特别累 我是找了一个这个好玩的sticker就是这种状态 我今天一整天就是感觉挺忙 然后呢我我只搞定一个offer 然后这个offer还是用了一些技巧才弄定的 然后listing agent就跟我说现在的market就是又开始回到那种crazy的状态 然后其实我们都不喜欢这种状态 当然现在的市场你帮人卖房是很爽的 就是说你卖房是没有太多压力的 我们之前就算是一些之前不大好的房子 你现在再拿出来卖我估计都能卖得掉 然后具体的数据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看这个房市数据的网站啊 这个叫bay area market report 这个上面有每个county的具体的数据 每个月都会post 那我一会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网站上的数据 我就直接看了没有把这个图贴过来哈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打开 就是这个网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网站 我先把它拉小一点 ok 现在拉到这个框里面 这个是我说的这个bay area market report的网站 那个上面打的是我们公司的logo 有可能是我们公司弄的一个网站吧 那你看它上面有一些关于就是 就是城里的就是pandemic hit之后 7个月内的房市走势是怎么样的 那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因为我主要的呃做的那个区吧 就是senacola county和 什么teal还有alameda alameda这个上面没有啊 你把这个senacola county的数据点开 就是它会有最新的数据 你看这个就是10月份的report 这个我在这里过一遍 因为你们如果想具体看的话 可以去这个网站上打开 也可以看得到哈 然后这个下 比如说这个table 它这个summer tier 啊 我还是先看看senacola的吧 senacola的我比较关心 你看senacola的10月份的report 嗯 它先是有一个table 就是显示了这几年的那个房价走势 那基本上你能看到 就是说 它的house的medium house sale 中位数啊 然后average的那个 dollar per square footage 就是这个趋势一直都是在往上走的 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 今年哪怕经历过那个危机 它整个的趋势也是往上走的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那个房地产是抵御通胀的 最好的一个投资工具吧 只能这么说 因为它就算经历大风大浪 有的人可能投资股市 它有可能搁在底部 但是房市基本上 搁在底部的可能性还挺小的 然后santa clara county的 它的整个房价的走势 就是跟上面这个图是assistent的 consistent的 这个是condo的数据啊 然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今年经历这个疫情危机之后 你看这个 moving average 就是你看一下Q1Q2的数据吧 现在Q3是特别强劲 就是这个spike 它是在6月份回暖以来 就像我说的急剧的回升 不管是那个交易量还是交易价格都在往上走 而且走得非常急的那种 你知道吗 它是现在买家都是想买那个significantly larger home Q3 这也算一个疫情新现象吧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看一下supply跟demand supply跟demand 就是也是这样一个趋势 就所有的图表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现在的inventory相对来讲比较低 然后买家 进场的买家比较多 因为之前都是因为疫情不敢买的都压抑的人 他迟早是要买的 所以这个需求就会被释放出来 那你看这个数据也是 这个图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拒绝性 往年的趋势都是到mid winter的时候 就是它会是个低点 拒绝性的应该都是在秋季冬季 它会slow down 但是今年的这个节奏完全被打破了 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疫情 它是年初本来是按这个趋势走的 跨叉疫情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低点就变成了3到6月份 然后现在往回拉 往回拉就变成下半年房市变成火爆了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插曲了 很有意思的一个插曲 然后price reduction呢 现在就是没有没有那个上半年那么多 你也可以看得到 medium home sell price 这都是一些具体的表啊 具体你们特意去看 那其实没有太多特别的那个东西 这个是9月份的report 我上次已经总结了 那我们看一下Saint-Mathieu的 它的那个走势 也是比较类似了 其实整个Saint-Mathieu County的 它的medium home sell price 比这个Saint-Claude的稍微要贵一点 这个意思都是这个趋势 然后整个趋势图呢 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你只是有些具体的绝对值 你看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直接上去 所以我们其实第三巨度 第三巨度是什么 七八九这三个月 经历了房市的一个强劲反弹 这个就是归功于大量买家进场 然后这个趋势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打破了往年的常规的走法 那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就是说总结下来跟我的感觉一样的 就是好房源少 好房源少 然后恐慌进场的买家比较多 大家都在寻找同一类房子 这个同一类的什么房子 就是lot大 然后居住面积大 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房子 所以火力也是在同一个房型上比较集中 那其实在这样的市场里面呢 买房会特别累 但是如果你买的特别好的房子 然后比较好的地儿 然后你还被客人认可 就会特别开心 你看我昨天我有个客人 就是买那个Sunnywell特别好的一个地儿的 那个客人 他是在微信里就是写了很多感谢我的话 后来还去Zillow写了一条review 他自己说写的比较肉麻 但是他他说别人一看就知道 他的确是写的非常真心的那种 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我看到的 就是对我就是特别最肯定的一个review了 他说我是by far the best realest profession I have ever worked with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资深投资人 他在找我的时候 已经手里已经有不少投资方 他在做portfolio的优化 就是把那个关区稍微没有那么中心地段的那些 那些投资房卖掉 卖掉然后换成那个核心地段的房子 他以前跟很多agent work过 但是他觉得我是他work过的最好的一个agent 就是从我的执行力和判断力来讲 还有对整个市场的反应 所以他以后如果会做继续做投资 还是会选择跟我做 然后这个礼拜close的几个房子吧 就是投资房 我买的地儿都非常不错 那我的交易里面经常是一半自住房一半投资房 那基本上经常投资房经常就opreder做出来 就比我们的买价就是高个二十万这种情况都有 然后这都是非常明显的数据 我们这个昨天一close呢 边上有一个类似的房子 但是租金比我们一个月低个一两千 他们的卖价跟我们差不多 所以从Marty Eunice来讲 他其实是由租金定价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买的地儿比那个好很多 就就客人都能他们都不傻 就是我的客人 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高智商的agent力 那如果他们觉得自己买完还那么开心 他们也不是傻子 所以就是知道我的value 好 我现在其实想讲一下 接下来你们要观察 要注意一些市场的哪些动向 你要从整个global 就是整个美联储的政策 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投资人 和整个投资市场都非常影响大的一个因素 不是去看那些噪音的东西 你要看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主要的东西就是美联储在这个危机里面 他一蓝绝蓝的选择站在了 发动牛市的那一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投资人和投资市场上有两 两个大伞在罩着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网红川普总统 所以我们接下来11月份要关注的是11月份的大选 关注的川普的tweet 川普这个说那个感染新冠 这出院的速度也简直是神速的下冷 所以根本对市场都没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美联储的政策呢 它是直接影响着在市房市 股市就业和通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那个8月底 那个美联储发布的那个政策 它其实现在处于一个为了救世不顾一切的状态 它本来的功能是要控制通胀的 但是现在它的功能主要是要扶持和关心就业 就是保证那个国际民生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它的政策一定是不希望市场垮 而且会不惜一些代价 哪怕是短期引证止渴 它也会把这个市场维持下去 至于以后的有什么后果呢 它我感觉它是经常有救经常罪的那种 那种姿态 之后的有什么后果就以后再说吧 然后印的钱呢 整个的是推高了这个股市 你知道经济是经济危机 为什么信心回来的那么快 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股市出奇意外的 recover的特别快 而且走向新高 所以呢导致投资人的信心全面回归 就是才会感觉整个市场recover的那么快 然后走出了意想不到的行情 那其实它印的钱如果是推高股市 那有后果是什么 就是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 没有人没有钱的人变得更没有钱 因为如果是在整个资本市场 在在吹这个泡泡 或者是把这个弄得高高的话 那一般没有钱的人 他哪里有闲钱去投资啊 所以他的钱是在被稀释的 那有闲钱投资的人 他把这个钱拿去买股票买房子 他的资产是会跟着这个市场水涨船高 就是资产是在增长的 好吧 我今天想说的就这么多 那如果你想具体看那个9月份的房市报告 就去那个刚刚我给的那个网站 可以具体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